您有一個稱號叫大師兄 不敢當 金庸小說裡面 大師兄令胡衝 傑傲不拘 瀟灑自在 棒球場上有個大師兄叫林志勝 他帶動氣憤 老大哥也是中華隊的強棒 都非常有特色 您自己怎麼看給自己大師兄院長 您自己的特色是什麼 不敢當 我只能接受人民的付託 在這裡向立法院負責 向立法院負責 所以做任何事情向立法院負責 重點在於是 因為立法院是代表全國的民意最高機關 沒錯 所以行政機關向民意機關負責 對不對 是 好 那我想請教 現在我們的民主 你認為台灣的民主是死還是活 台灣民主 蓬勃的發展 蓬勃的發展 要走向一個健康的方向 本席也非常認同 因為我覺得 我們韓院長講得很好 民主 台灣的民主有治癒的能力 我也說台灣的民主會自己找到出路 如同生命會找到出路 但很可惜跟遺憾的是 像上個禮拜 幾次的國會改革的時候 我們看到執政黨的委員 頭上綁的布條叫做民主已死 我們想說這個是一個蓬勃發展的生機的時候 怎麼會是執政黨委員講說民主已死 不過現在看到國會改革法案 現在有傳出有可能行政院會提複議 有可能民進黨會提釋憲 賴總統有可能在還沒有釋憲結束之前 不會依法來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那看起來是執政黨 府院黨都要來杯葛國會改革法案 是這樣嗎 跟委員報告不是杯葛兩個字 如果我們看到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委員先進們 他們在國會裡面這樣的表現 能夠去體會到他們是不是 在審查相關法案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的表示的機會 不容許他們充分的表示他們的意見 或者是在過程當中 他們感受到應該可以更進步 所以他這種表現我予以尊重 但我希望不管是兩院之間或是國會內部 都能夠很平順的進行 所以院長我請教我確認一下 您今天會提出複議最主要理由 是因為民進黨團在國會裡面沒有充分的表達 我今天沒有提出複議 我知道我是說未來如果有可能 你提出複議最主要理由是什麼 我當然還是要看整個大院的來文 但是外界國人所關切的 他是不是在程序上不夠完整 他是不是有侵害到個人的權益 那他是不是有違憲的部分 以及他對於將來兩院互動當中 是不是會產生不良的效果 請容許本席提醒您 第一 議事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的院長以及秘書長 就不會讓議事進行 如果今天有違憲與否的話 也不是您我說了算 而是大法官 我們尊重民進黨團 如果要提違憲的 這樣的一個釋憲的一個說明 但是在還沒有釋憲之前 依法通過的法令 行政院如果說要提出複議的話 這其實要對自己的決策來負責 您有看到 您有看到有高達五成八的民眾 對於公布援藐視國會罪 是希望能夠支持的 您有聽到有六成五的民眾 是希望國會能夠改革的 您有知道說過去的民意 大家會認為是說 一黨獨大的時候 連民眾的聲音都沒有辦法 清楚明白表達的時候 這樣子的政府是危險的 這些民意您有聽到嗎 如果憲法的程序 是允許行政機關 對相關條文在執行過程當中 有所疑慮的時候 是准許行政機關提出 這樣的複議程序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行政機關 所應有的一個責任 那身為憲政機關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研議 來文之後 我們做最終的決定 所以您剛有提到責任嘛 那如果說提出複議之後 看起來 因為現在 國民黨民眾黨加起來的一個 席次相對是比較多的 如果提出複議還是沒過 您認為您自己會負什麼樣的責任 還是在憲法的條文裡面 我們來做以後的一些研判跟決定 所以您沒有任何政治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 每一個來到這裡的官員 每一個進到國會的人民 團體法人甚至軍隊 都能都在合理的照顧 我的責任是 經過行政院送出去的任何的法案 都是經過合法合憲的程序 其實院長 國會改革是人民高度的期盼 也是過去民進黨在野時候 一直念之在之希望能夠推動的 我們只要說一件事 如果您的政治責任 只要告訴你的內閣官員 大家來立法院 就是不要說謊 不要有虛偽陳述 不要有偽造不實 這樣子 國會改革就能夠順暢的走下去 所以 是不是能夠跟國人承諾 您的團隊裡面 至少不會再像過去一樣 那麼的戰狼性格 不會再像過去一樣 那麼的跟民意機關 民意代表針鋒相對 謝謝委員的提醒 其實在4月10號到現在 跟每一位首長 我都經過大概有五六次以上的 個別的談話跟公開的聚會 我一再告訴他們 未來面對國會 面對國會的任何的質詢跟答覆 我們要秉持專業 要誠心誠意 所以我一直拜託他們 也要求他們誠意溝通 人民優先 我想每個我們部會首長 目前都遵照這樣的原則在進行 我當然要以身作則更徹底的去落實 好 院長 跟本席的想法 中華民國國家至上 台灣兩千三百萬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民優先 是一樣的看法 我們就繼續來檢視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小心點 不希望保養 親交給隊員 搞住 Fra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